今天特別要來參觀這間劉森博物館 這是須人的博物館在日空2020年開幕 劉森博物館 在一樓可以喝咖啡 美式,西西里,有成冰美式 今天我一群人特別來到這個地方參觀 我這還有唱片 還有很多人愛這種唱片 一樓有電視後一對黑皂唱片 有獲物館 沒有獲物館 古典的音樂盒 蕭鵪、提昌曲的音樂盒 2點半 2點半下3點 4到5 4到5 要在後方喔 這邊 來 蓋一下 有人 一路咖啡店的分器做得不錯 咖啡店應該是由這台放出來的 來 英雄他特曼的死亡 我的幾乎 分器上的咖啡店 大家都一樣 大家都一樣 什麼咖啡店 美式 黑咖啡 今天是白色女人姐喔 你還要帥皮啊 前面是看什麼店 去賓館參觀2到4樓 咖啡要錢喔 打9折喔 了解 很幸運 在這裡放到普普館的館長 就是打品牌 然後開始賣 那時候應該是台灣內校最有名 品質最好的 這是真正期的阿林牌唱劇 台灣製的老唱劇大概都是達林牌 因為其他的品質 因為他品質比較好 所以都還 這是旅樓 旅樓是幾個最最古店區 那這個木頭是 因為木頭不容易做 木頭你要去把它關成 而且他這個木頭是 橡木他整座都是橡木 他一來像我們這個座有的就是分開來 可是他一出場的時候 他就是整座就是完整的 他不是說我壞了換你 你壞了換我 那你這樣是因為什麼 他同時差 對 他就是因為他利用那個時差 所以通常像這種唱片 他會用比較小的 但是他這個差比較不會那麼大 雙聲道 Stereo 不是Moro 左邊的聲 左邊的聲 其實 不是單身的雙聲 還在立體 所以這個是算 環繞立體聲 那樣就對了 其實在那個時候 還沒有什麼杜比 還沒有什麼Stereo Stereo是大概1940幾年後面才有的 但是他們那個時候的想法就是 誒這樣的聲音 然後最早他是用滾筒 滾筒他每一個針 用每一個針 對 我們可以來聽一下 我們那個小音樂的 對對對 現在的音樂也是滾筒 哇 超美的 這個也是有附高價的門票才有這麽應力可以聽 這是二樓另外一個電視空間 對 這一台我不曉得其他有沒有 因為它是12片喔 它可以自動換片 就像這樣它可以自動 你看那個片 那個你花條拉好了之後 它就是自己一片一片接著換 然後因為它很精密 像這個都屬於這個都沒有電 所以它都靠結構之間的砍合 我一個帶著一個 這是一座非常重要的 戶外管風琴音樂盒 已經在一百百五年到一九一空年 在世界普蘭會電腦 我覺得今天雖然音樂盒一定不會彈 如果當作紀念品也很受歡迎 所以就要天井 這個題材的時候應該就是把老屋拆掉 然後變成水泥屋 然後就是留下這個天井 其實看到我們這個屋頂 它聲音可以被錄是愛迪生的功勞 那愛迪生他也不是刻意要念性質的 他只是對著這個 然後對著他念 他念了一首 然後讓他把它刻出來 對對對他就念了一首 那個瑪利亞之小那樣 就錄進去 就真的一波聲音就出來了 就一試就成功了 所以呢才慢慢的 這個成功了之後才會去發展 歌曲啊之類的 他只是做一些聲音的流程 那有一個就是做語言學習 就是在比較有用的部分就是做語言 那個還可以用 還可以 不過這個不是他的 這個是複製品 因為他的那個 在那個國家歷史博物館 那今天之後我們才開始聽到 外地的聲音 我們開始有機會去學習 像他這個就是說 好我現在想要學西班牙語 他就寄給你一個西班牙語錄號的音筒 跟一個空白的音筒 然後你就去聽 他可以先用這個聽 聽完了之後 他會給你書 然後你現在都學會了 你會念了 你再用這個念 那你就換成那個空白的 然後好念完了 你就用這個郵寄給老師 以前都要靠郵寄 你這個一夜往返可能就一個月後的事情 然後老師看了之後呢 就會給你評語 所以找了空中相同 結果他就忽然靈機一動 就問那個騙人說 欸你要不要來我的辦公室 陸籍卷入密辦 我們來賣看看 那以前這個滾筒 你測一次只能錄一筒 錄一筒 他這個滾筒 其實他的紋錄就跟那個唱片一樣 他跟唱片一樣 他就是紋錄 這個都是一次刻錄喔 嗯嗯嗯 所以他沒有辦法控制 他沒辦法控制 他沒辦法控制 所以那個 我有一個人做這件事情 他的耳機 對 他可以 他可以 很貴 因為很好收藏 第三個他只能唱兩分鐘 所以艾迪森去 這叫做Blue Emperor 他就去發明了 這種比較特殊的材質 這個可以唱四分鐘 但是這個時候已經到尾端了 然後這台是可以自動 可以自動換片 喔喔 他就十二卷放著 你說好 你選我兩分鐘 太短了 我覺得他自動換片 你可以四分鐘 還可以十二卷 來 這隻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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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就叫他勝利龍 Nipper Nipper的主人過世之後 主人的弟弟就繼承了Nipper 跟這個流氛劑 那有天弟弟也很想念 那邊哥哥 就把哥哥的錄音帶馬出來放 然後聽 結果珍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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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 這個是唱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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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背的幣 唱幣 所以這個喇叭也變成是音箱就對了 對對對 就不用 我們等一下三點半有 固定會有小劇場 他們就會去播一台類似這一箱 可以聽到那個聲音其實很大 剛剛大概早期的電視 早期的電視 早期的電視 那個音響還都是四隻腳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異國風 所以他在英國賣的就是 這是東方的圖 而且喔 英國人還把他對中國最大的認識是什麼 中國人吸鴉片 他賣了很多鴉片給我們 還在上面 他這個圖片就是一個滾筒 就是一個滾筒 一個畫筒 就很像那個膠捲 他那個很像我們的唱片那個膠捲 然後他在播的時候會帶動這個滾輪 所以 所以他的聲音跟圖片就可以同步 他的圖片還賣得很好喔 那我想說奇怪 這個那個時代這個為什麼會賣得很好 那我就想說應該很多有錢人 他也要炫富啊 我今天我要去你家 我帶流生機去你家 哇塞 是不是覺得要不到 口賽流生機 口賽流生機 輸給了Galinda的圓盤 然後他要做圓盤 他說愛迪生一出手 他就要做更像不一樣的 他的流生機他不用鐵針 他用鑽石針 然後這個鑽石針他就不用 其實我們那個鐵針我們每天都要換 每天都要換 會變形會割壞唱片 所以我們都要換 那愛迪生他就用鑽石 他用鑽石 所以我們成為鑽石流生機 而且他的唱片 你們可以看那邊唱片 特別厚的那個就是愛迪生 他又用他的特殊的材質 因為當初他就是輸給人 他說兩分鐘四分鐘 結果他說我用的這個 我的唱片呢是你們唱片的1.5倍 你唱四分鐘的我就唱六分鐘 因為他厚度比較厚 然後他就是可以刻的比較深 然後他可以刻的比較細 他用他自己去包米比較 比較特殊的刻法就是 所以科學家做的東西他都是很好 但是其實他都沒有很賺 最大的蟲蟲蟲蟲蟲 就是一種胭脂蟲 它的分泌物的黏稠性很強 很感激 因為他很高級的那種唱片 都是有文 這一台是 這一台的話 他是可以唱電器錄音的唱 RCA RCA 他跟RCA後來病了 他還授權給RCA 他這一台出來之後 很多廣播電台都用他來播 因為廣播電台我今天可能要播第三首 人家來點唱我要聽那個 趕快放到第三首 我就放到第三首 我就可以選 這個地方像這種唱頭 你要選很難選 所以這台出來的時候 全世界的廣播公司 全部都用他 所以他幾首這樣一面幾首 一面你要看歌的長度 早期都三四首 那你怎麼知道去找幾首 怎麼去找他 等一下樓下我拿唱片給你看 他裡面有文錄 但是他到了現代黑膠又回來的時候 他們已經沒有人可以幫他做這一台 他後來是找到我們 這一台是 這一台是在台灣我們的工廠做的 這一台的零售價要賣到四十幾萬 哇 然後他是用馬達直接驅動 但是他馬達直接驅動 他在美國 他這個SP10 這一台賣出來的時候 在美國賣的特別好 那Tenis他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日本也沒賣那麼好啊 那個歐最也沒賣那麼好 美國賣的特別好 他們就去美國 就去拜訪金箱商 他說到底是你都賣到哪裡去了 他說我都賣到夜店跟酒吧 那個生活型態的不同 沒有他就帶他去看 因為看他這一台唱機 他是要放在客廳裡面唱的 結果年輕人都把他拿來刮片 因為他是皮帶 他是馬達驅動 皮帶不會掉嘛 而且他比較穩 他就別人在那邊 就就就就就就 結果就原來DJ 就從那個時候開始 才開始開始 現在DJ會玩黑膠的已經不多了 但是之前頂級的DJ一定是玩哪一台 那我們雅虹也是有做類似的啦 老闆也有去訪他的功能去做 那時候也賣了不少 那時候好像是 世界最大的樂器公司 他們做遊生機做什麼做很多 那他們那時候也做很多電唱機 但是後來他想說電唱機 就一去不復環了 所以他們老的工程師 退休之後都沒有再培養新的 那後來黑箱回來的時候 他們請了一位退休的工程師回來說 想要復科這一台 那時候我們也擔心 那時候我還在那邊當業務課長 我們的人就說不要接不要接 那台我們做不起來 全部的人都反對 但是我說要做 做不起來也要做 因為我們現在只做到70分 YAMAHA這一台是100分 我們不曉得70分跟100分差在哪邊 即使我不成功的 我可能做到80分 那至少我會提升到80分 有一次去年我在高雄音響展 遇到那個YAMAHA的經銷商 他說YAMAHA邀請台灣的經銷商 然後各國的經銷商去YAMAHA 去他們日本公司 然後他們就介紹這一台 介紹完他說這一台是在台灣做的 通通都是給點唱機唱 錢在哪裡 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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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 一種保險 我記得有 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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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在錄CD 錄黑膠 對他母帶要用這個來補 都是用這個 你專業用會用這個 對 我先用他錄成母帶 像鄧麗君 現在很多鄧麗君 我們樓下還有賣鄧麗君的唱片 那個都是因為他母帶做得很好 而且保存得很好 所以他用母帶去幫我們做唱片 Walkman 他們小時候學英文都是這個 對啦 然後 然後 他就是 第一個 雷射頭 我們跟大陸買一個才四塊錢 我的成本 好懷念喔 真的 變成歷史了 楊廷貴 對 他是有一些 像 呃 他來聽完導覽 他就說 我有一些瓦工給我的唱片 我都不知道 我可以 他就捐給你們 我就捐給我 他是用聲音從那邊來播音 他的聲音就在下面 哦 然後他就 他直接 拾音之後就利用那個 那個 然後把它放音 然後他是一個斜坡有沒有 嗯 這個斜坡其實是 讓他 對 讓他聲音在裡面共振回饋的 出聲 那就是讓大家可以體驗一下音樂 哦 我 我就是DJ嗎 對啊 你們應該認識 年輕人記者都不會是DJ 因為 我們從 唱機 因為打鈴牌不做了之後 就開始做外銷 那其實外銷很多都是DJ DJ一直在用 他們刮盤在用 但是DJ慢慢的就是也開始現代化 後來唱盤的 被刮唱盤的其實很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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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平 追降 追降 你們聽得懂 你們至少你們 你們可以 噴出來 現在年輕人都不能是在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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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